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越是不喜欢打扮的女人,其实越是过得很好,原因很简单,很多人都忽略了。 在这个容貌至上的社会中,女性的外貌和身材成为了大多数人的谈资,但也并非所有女人都是这样,有一少部分女人,她们并不喜欢打扮自己,可能会有人认为她们不精致, 但并非如此,往往越不喜欢打扮的女人越过得好,原因很简单,不信你看你是不是这样,生活简单,自己开心最重要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,人们往往被外界的声音所牵引,追求着所谓的完美形象,但真正懂得生活的女人,她们明白,外在的装扮虽能带来意识的光鲜,却远不如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来得重要, 她们选择简单生活,不为外界的眼光所累,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上,正如杨将先生所言。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于从容。 那些不喜欢打扮的女人,她们或许没有华丽的服饰,没有精致的妆容,但她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 因为她们懂得生活的真谛在于内心的富足与安宁,不愿讨好别人,美不美自己说了算, 在社交场合,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人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,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装扮,试图成为他人眼中的完美。 然而,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讨好,往往换不来真正的尊重与认可。 相反,那些坚持自我,不愿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自己的女性,她们的美是由美而外散发的, 无需任何装饰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吧。 这一句话用在她们身上,再合适不过。 她们深知,美是多元的,不是单一的审美标准所能定义的, 她们的美是独特的,是自信的,是无需任何人认可的。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美,用自己的态度影响着周围的人。 影视剧中常有这样的角色,她们或许不是最耀眼的, 但她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自信, 她们不畏惧他人的眼光,不随波逐流,坚持自己的风格和原则。 这样的女性,即使不失粉黛,也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,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,把精力花在刀刃上。 不喜欢打扮的女人,并非没有追求。 相反,她们往往有着更为高远的目标和更为坚定的信念, 她们深知,时间宝贵,不应浪费在无谓的装扮上。 她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学习,工作或是自己热爱的领域, 不断提升自我,实现自我价值。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怨及,总还是有的。 她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。 她们或许没有华丽的外表, 但她们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卓越的才能。 她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,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, 在假屏蛙的笔下,或是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 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女性, 她们或许默默无闻, 但她们的生活却充满了色彩与活力。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, 真正的幸福与成功, 并不取决于外在的装扮与形象, 而在于内心的充实与满足, 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 让我们学会放慢脚步, 去欣赏那些不喜欢打扮, 却过得极好的女性。 她们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告诉我们, 简单、自信、 有追求, 才是人生最美的风景。 让我们也学会放下那些无谓的装扮与攀比, 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。 活出自己的精彩, 在现代社会中, 外貌往往被过分重视, 许多人认为, 打扮精致才是过得好, 生活优渥的象征。 然而, 事实并非如此。 有些女人虽然不爱在外表上下功夫, 却能够活得从容自在, 心灵富足, 真正享受着生活的美好, 她们的幸福, 不来自于外在的修饰, 而源自于内心的充实和生活的智慧。 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, 人年轻的时候, 总是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, 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, 就像小时候, 一次考试考杂了, 便觉得世界灰暗了, 走进教室, 觉得同学们看自己的眼光也不一样了。 现在看来, 每个人都在学自己的, 哪有精力和时间去过度关注别人呢? 只不过是自己心里太在乎罢了。 有时候, 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, 学造人异样的眼光和误解。 这种事情,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, 都有可能发生。 莎士比亚说过,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视觉。 人间本来就是红尘滚滚, 哪有什么净土, 在乌鸦的世界, 天鹅也是有罪的, 正所谓轻者自轻, 浊者自浊, 别人心里想什么? 怎么看你, 那只是别人的观点而已, 自己无需在别人的眼里修炼自己, 只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去塑造更真实和更坚定的自己。 正如村尚春书所说,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, 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正确的, 无论别人怎么看, 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, 喜欢的是自然可以坚持, 当你不在乎外界对你怎么看, 怎么说, 允许自己做自己, 允许他人做他人, 自己内心就获得自由了, 在此基础上, 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, 能够照见自己, 进而不断自省和完善自己, 才能够真正活出真我, 心有天地, 超然物外的女人, 心中有秋鹤, 眼里存山河。 有些女人, 虽然不热衷于时尚和外表的打扮, 却有着一颗追求精神世界的心灵, 她们不被外界的繁华所迷惑, 懂得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充实, 这样的女人, 往往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, 她们的幸福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, 而是建立在丰富的内心世界之上, 这种女人心中有更高远的目标, 她们可能热爱阅读, 艺术, 或者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的研究, 她们在精神世界里找到了归属, 因此, 外界的浮华对她们而言并不重要, 打扮对她们来说只是一种形式, 她们更看重内在的成长与充实, 这样的女人, 即使素面朝天, 也能自信满满, 因为她们的气质来自于内在的力量, 而不是外在的装饰, 知足常乐, 平淡生活的智者, 知足者常乐, 安平者自安。 另一类女人, 虽然不常打扮, 但她们却懂得知足常乐的生活智慧, 这类女人不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, 也不渴望通过外表, 赢得他人的认同, 她们明白, 真正的幸福源自简单平凡的生活, 而不是外在的装饰和表象, 这些女人在生活中懂得平衡, 她们不被物质的追求所绑架, 也不在异社会的过高期许, 相反, 她们更看重生活中的小缺幸, 享受与家人, 朋友相处的时光, 珍惜每一份平凡的快乐, 她们的生活状态是自在的, 不为外界的评价而烦恼, 她们知道, 美丽不一定来自外表的精心修饰, 心灵的平和与满足才是最珍贵的, 这些女人的智慧在于, 她们懂得平淡是真, 没有过多的欲望和追求, 她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与幸福, 这样的生活态度, 使她们即使不打扮, 也能活得自在, 舒适, 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, 心怀大爱, 厚得载物的贤者, 厚得载物, 心怀大爱, 第三种女人, 是心怀大爱的贤者, 她们虽然不在外貌上过多修饰自己, 但她们拥有一颗慈悲与关爱的心, 这类女人通常非常关心家人, 朋友, 甚至在工作和社会中, 也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, 她们的幸福来自于对他人的帮助与付出, 而非自身的外表或物质享受, 这样的女人拥有宽广的胸怀, 她们懂得照顾他人, 体谅他人, 她们不因为外在的形象, 而改变自己对生活的态度, 她们相信内心的美好与善良, 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, 这位女人往往在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, 她们的关爱与奉献使得家人, 朋友感到温暖与安心, 这些女人的心灵世界极为富足, 她们不需要通过打扮来获得自信, 她们的魅力源自内在的品德与修养, 外表的打扮对她们来说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,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爱与关怀, 这种内心的风营使得她们即使不打扮, 依然是人群中最闪亮的存在, 活得简单的女人, 白洛美说, 人生应该山返流简, 任世事摇曳, 心始终如帘, 安静绽放, 简单的女人会有三两个朋友, 贵精不贵多, 心思简单, 活得简单的女人, 能够以最大的善意去爱这个世界, 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, 会收获更多的快乐和爱, 她不会与痛苦较真, 不会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纠缠不清, 简单的女人, 能活成一个小太阳, 就算生命中有阴霾的时刻, 也会用自身的力量去打破, 她会努力忘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, 就算是生活中常常遇到挫折和烦恼, 也会努力学着去承受, 化解, 让一切的经历都成为丰富人生的道具, 活得简单, 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去怨恨, 去颓废, 而是会热爱生活, 热爱工作, 活得简单的女人, 喜欢学习和进步, 享受美食, 享受运动, 享受一切放松的时光, 与之在一起, 会情不自禁地想要走进她的生活, 想要和她一样, 积极简单的生活, 不再有那么多欲望, 不沉浸在盲目的索取中, 简单的女人, 活得快乐, 更容易被她的快乐感染,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 现在的社会, 审美逐渐趋于一致, 一打开手机, 视频中的美女, 长相类似, 甚至有时候难以辨别, 身边的各种整容, 衣美, 减肥行业, 也在不断地贩卖焦虑, 都渴望在这容貌焦虑的社会中, 大赚一笔, 在这样的环境风气下, 很多人逐渐被大众审美所捆绑, 迷失了自己, 追求所谓大眼睛, 小脸蛋, 甚至有的人为此整容多次, 最后脸上看不出自己的一点痕迹, 全脸充斥着当下流行的审美, 但并非所有女人都是这样, 还有一部分女人仍然坚持自我, 在这充满着焦虑的社会中, 逐渐接纳自身的缺点, 这样的女人往往做人清醒, 因为她们明白了, 人生是用来体验, 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, 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, 但正是因为每个人身上的不足, 才造就了不同风格的人, 才得以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, 所以, 人生在世, 每个人都需要慢慢接受自己身上那些灰暗的部分, 那些不完美的部分, 那些独一无二的部分, 世界上总有人比我们漂亮, 比我们优秀, 与其陷入各种焦虑中, 不如原谅自己的不完美, 允许自己的平庸, 学会带着缺憾拼命的绽放, 这才是一个女人在这世间活出自我的最好办法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。